来,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HTML 第二部分是CSS 接下来是MyCircle 还有PWP基础 来,我来说一下 大概再说一下 HTML是什么东西 你看啊,我打开个网页 还访问,这是我让大家看一个 我本地装的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论坛 我点击,查看人家嘛 这一块什么标签 这东西,你发现没有 都是对应上的,对不对 它就属于HTML 然后你再看 我点CSS 这一拖东西 它就是CSS 别害怕啊,这东西都是有规律的 到时候咱们学完之后都会写 都会写啊,都会写 然后,我要想说的啥呢 大家首先此时此刻 先了解到HTML是什么 它就是一堆堆标签 那CSS呢,就是修饰这个标签样式的 这个标签放在哪 在什么地方显示 那MyCircle 我再来说一下 MyCircle啊 它是数据库 数据库 你看咱们的大家伙 你看 我这都是从哪来的呢 都是从数据库来的 都是从数据库来的 查出的所有数据 你譬如咱们发表的帖子 咱们回复的帖子 咱们注册用户 它都是存到数据库的 都是存到数据库的啊 来,再看 它 PP呢 PP就是联合 MyCircle 从数据库查出来数据 然后放到HTML标签里边去 这样就展示一个产生什么 PP在什么 起到作用什么 就是连接数据库 然后从数据库取数据 然后呢 返回给HTML 连变去 这是他们四者的关系 然后说完这四者之后呢 我说咱们学完之后 能做什么东西 就刚才咱们看东西 论坛 就是咱们用 咱们所学的知识 所写出来的 所写出来的 只不过它是过程化的 这词词课不懂没事 过程化的 后期呢 咱们会是高级 高级课的 后期咱们高级课的时候 会是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 写的 在咱们学面向对象以前呢 首先大家 先把咱们的基础部分给打了 基础部分 就分为这四部分 HTML CSS 包括MySQL 还有PP 这四部分 这四部分学完之后 咱们大家才能更好的去学习 高级课部分 如果说你基础部分 学的不扎实 不牢固 那么说你高级课 你是学不了的 好吧 这是一点 它能做哪东西 能做哪 比如说论坛 还有什么 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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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大家都玩过吧 商城 还有什么 博客 博客 都可以写 那论坛 刚才大家看那个就是论坛 商城有哪些 市面上有什么 大的比较有军东 有什么淘宝 还有什么 天猫 是不是都属于商城啊 再看 还有什么一号店 都属于商城 那博客呢 什么有 博客大家应该玩过吧 技术博客 技术博客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有很多哈 有很多 咱呢 学完这四部分之后 我推荐大家写出一个项目 写出什么 用面向过程 写出来一个论坛项目 就是此时此刻 这个项目 就这项目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项目 这项目呢 是啥 就是个论坛 简单论坛 我点首页 这是不是首页 首页之后它有什么 有PP交 技术交流 是大板块 还有程序人生 来再反过首页 再反过首页 再反过首页 点PP技术交流 然后呢 内核研码点进去 点进去 下面有什么 是不是有一堆什么 一堆帖子 我可以在这 在什么 在这个子板块下边 进行发帖 然后呢 它子板块下边 是不是有别人发好的帖子呀 我可以还可以怎么着 还可以针对别人 发好的帖子 下面进行回复 就是评论 还可以回复好吗 还可以回复 好 这是一点 它还有什么功能 是不是还有搜索 对不对 有搜索的功能 来 我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再点个 什么点一个 咱刚才点点 点一个 内核研码 点进去 内核研码有什么帖子 来我付那份 什么 PHP什么 底层工作原理 我复制 复制完之后 我点首页 点首页 我点搜索 我点搜索 搜索完之后 是不是能搜索的 那个页子 那条页 能搜索到 那条什么 那条帖子 对不对 搜索到了 这是搜索的功能 还有什么呢 你看 还有注册 注册 还有找回密码 自动登录 登录 这些功能 等等 等咱们学完之后 都能写出来 这东西简单 不难 一定要有信心 这玩意不难 一定要有信心 那么说你看注册 为什么要有注册 论坛上为什么要有注册的功能 大家想一下 我发表帖子 我是不是要知道 你是谁发的帖子 对不对 然后你想回复 别人的帖子 是不是也要知道 你的信息 这条帖子是谁回复的 是不是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 这些都属于一些功能部分 后期的时候 咱们都会讲到 这是一东西 能做什么东西 大概就介绍这么多 商城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博客也可以做 好 再看商城 我们自己去市地下看一下吧 那些商城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年轻人 应该都玩过 这些商城 都玩过这些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 没有买过 在网上没买过东西的 应该不多了吧 反正我在班的时候 发现班里边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说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的人 没有 没有出现过 然后如果说你没接触呢 其实也简单 你们玩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哪些实际上就走个流程嘛 你下个单买个东西 想要的东西就明天买一个 好吧 来 再说一下 就是咱们学前那些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呢 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然后 学ATMRCIS的时候 只需要一个浏览器 还有一个编辑器 浏览器 市面上有很多 有很多 比如说有什么 猎豹 猎豹 还有什么 AE 常见的AE吧 微软出的AE AE浏览器 还有什么 火狐 再什么 谷歌 然后我电脑上装了两个 让你看一下 我装了两个 然后一个呢 是 这是什么 这是谷歌 这是火狐 然后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个人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 每个人都有点爱好 对不对 好 我个人比较喜欢 谷歌的浏览器 那么说你要说 用火狐呢 也没事 都一样的浏览器 好吧 然后呢 我建议使用火狐 或者是谷歌 好 那AE呢 我不推大家使用 AE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前期的大家先不要考虑一些 写页面的时候 先不要考虑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好不好 好 这是一些准备前的工作 那么说编辑器 我来重点说一下 编辑器 编辑器有点不知道啊 编辑器是干嘛的 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啊 咱们写东西的时候 写一篇文章 写一篇文章 写一篇作文的时候 需要什么 是不是需要一个作文本啊 需要个笔啊 对不对 那么在成语里边就称为啥呢 作文本就是啊 就是你的编辑器 好吧 来看一下 我打开 还看咱们的 我本地装的一个这个论坛 然后查看原代码 他原代码说 你发现了没 这是不是一拖的代码 这拖代码就平平无故就上去的吗 不是哈 不是 他是怎么了 就是咱们的工作 咱们一点点把它写上去的 咱们在哪写呢 就是在编辑器里边写 那么说这编辑器 我推荐 我也推荐啊 我推荐 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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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的 通 什么 通协 怎么着 使用 这一个 为什么 他 没有 任何 提示 功能 没有任何提示功能哈 我为什么 给大家选择这一款编辑器工具 是因为 前期大家学习的时候 需要记的东西 特别特别多 语学同学啊 比较懒 语学同学 该记的 不记 到时候东西一多啊 可能说你这个东西不熟 记得不熟 我可能写代码的时候用到了 你就是直接就天上飘月亮 飘星了哈 脑袋就蒙蒙圈了 好吧 这样不太好 然后 这个编辑器是从哪下载呢 然后打开百度 打开百度 3w.com 然后呢 直接找nopi的加加 nopi的加加 你看 他有提示的哈 就是这玩意儿 就是这玩意儿 你在 你在搜索完之后 你只需要点一下 小手 请你点一下 包括下载 或者是普通下载即可 下载完事之后呢 傻瓜式的安装方法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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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之后 直接右键打开 就可以给你 直接写代码 具体写代码 咱们后面会讲 现在呢 你先把准备工作 做完 准备工作做完 切记切记 刚接触的同学 一定要用 一个没有提示的工具 再来重遍 一定要用 一个没有提示的工具 好 这样会 你写代码 会加深你的印象 也加深你的记忆 在这个说完之后呢 我再来说一下 学习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是 我也来重点说一下 有些同学 往往刚接触程序的时候 他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 叫这 叫这 我 曾经带班的情况 发现 刚接触程序的同学 他较之 较之到哪种地步 来 我随便打个听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空白的 空白的一个笔记 然后呢 我随便写一个 然后呢 我喜欢大家 我喜欢大家 然后呢 我也爱大家 希望大家 能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天天 特意 天天向上 好 你看 我这是不是在这边写了一些 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汉字 什么我喜欢大家 什么 我喜欢大家 我也爱大家 希望大家能好好学 天天向上 对不对 你看 我随便选中 选中之后 我给个颜色 诶 是变色了 然后呢 我再选中几个次 我然后呢 选择标题 诶 是不是变大了 我再选中几个字 我选的字号 诶 是不是也变大了 那再看 加粗 再看 再选中几个 什么 写题 这东西怎么着 是不是这是一个软件啊 什么 就是一个办公软件 对不对 办公软件给男人一些功能 是不是 给男人对应的什么功能 我选什么 它就出现什么效果 对不对 好 这是一点 那么说 我想表达意思是什么呢 有些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啊 他会问一些 问问一些 问问题 为什么 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我告诉你事 他咱们刚才看的是这软件 对不对 那么说 HKML CSS CSS 还有什么 PP本身 还有MASAQ本身 它本身是什么 它本身说白了 它就是个软件 它就是个软件 你学的东西 你有必要去教真吗 我劝大家 刚接着同学 希望千万千万不要教真 把教真的时间 拿来写代码 拿来写代码 多敲 多练 多敲 多练 并不是说 我不让大家去研究高深的东西 是因为刚接着同学 你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 前期咱们学 只需要做哪一东西 只需要会 能熟练的运用 这个软件即可 能熟练的运用即可 好 你在熟练运用基础之上 或者是你工作之余 你的工作都能应付得过来 那么说 你可以去研究一些高深的东西 没人拦着你 没人拦着你 前期 不要小真 不要小真 它给咱们呢 本身呢 就比如PP来说 后期的时候 会给咱们一些内置的函数 为什么会穿这种效果 为什么会穿这种效果 为什么就速度就去重了呢 为什么就排好虚了呢 还有为什么就取到限职了呢 这些东西 别小真 就是他们给咱们封装好的 什么底层 给咱们封装好的一些功能 就好比咱们刚才看办公软件事 加粗就加粗了 然后协体就协体了 然后变成标题就变成标题了 一样同理 不要小真 再一个部分 就是同学 还有什么 还有懒惰 懒惰 学成语这项 切记切记 不能懒 有些同学会问 问老师 那么说咱们 我学习程序 我学的时候 我就不想写代码了 我看着我也会 但是你让我写的时候 我就写不出来 往往这种情况下 特别特别多 出现这种情况 是出现的问题在哪 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平常的时候 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 一看 什么都会 一听 什么都懂 写的时候 狗屁也不出来 狗屁也不出来 那么说你 正是你在我看来 我不认为你会了 我只觉得哈 你只是了解那些皮毛 什么才算会 在我 在我看了什么 才算会啊 就是说 我讲完一课之后 你能 看完视频之后 把视频关掉 自己 不看我的任何提示 不看我的任何视频 然后呢 你能自己写出来 给我一模样东西 我就认为 你这个知识点 你掌握了 你会了 你掌握你会了 如果说你说 不看我视频 然后 看我视频 然后自己能写出来 然后感觉这东西特别简单 自己会了 他认为你会 行业里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说 键盘敲烂 月星过弯 键盘落回 狗屎一对 他的 咱学习程序的一个重点 什么 学程序 学程序的 什么 一个重点 重点是啥 大家想想 重点 重点是什么 就是 多练 多 练 起 多敲 多敲 如果说你不敲 还是那句话 你是学不好的 咱前期把丑话说到前面 一定要 多练习 多敲 多练 前期的时候还要 多背 别用 有提示的代码工具 我只说现在 现在别用 有提示的工具 等你们工作之后 工作之后 可以用 可以用 然后 工作之后呢 你说老师 我不用这个东西了 我用提示工具 我再说一遍 可以用 好吧 我只说目前 只说目前 好吧 今天呢 咱们就把这些课 先记得到在这儿 然后后面呢 咱们接下来开始讲 咱们的知识点 部分内容 好吧 闭嘹 请不吝点赞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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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